江湖是什么?是一张珠帘,女子便是那些珍珠,串出了恩怨情仇,串成了江湖。 而登传这位被龙宇轩误以为女侠的女子,无疑是江湖上那颗最璀璨的珠子,几乎不用后缀之一、二字。 她相貌虽只是中人姿色,却秀其孤饼,幼时便与堪瑜伽一同走遍北梁,绘制地理形式图,后来进入上殷学宫,同时师从道德林王祭九与兵家大师,以诗文称雄,尤其是首创十九道棋盘,天下霸响,齐风亭和剑韬略,说来奇怪,她与人下棋, 极少出现那等让官局者倍感晴天霹雳的妙手,既无诡诀,也无煞气,几乎首手皆是坚实平稳,看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,往往才入中盘时便有了毫无破绽的完胜气魄,以自观人,她自然是称不上美人,可若说以其观人,她无疑是黄三甲不出便天下无双的存在。 棋盘上以礼服人,棋盘以外她也不乏做出许多以礼服人的举动,她那柄配件可不是一件花哨百事。 她在上殷学宫削取头颅,这是写一壶上任记下学士,那位春秋魔头、黄龙氏都不曾做过的壮举。 当今文坛士林对这名年轻女子毁欲参半,唯独没有谁说她是庸人。 可这些都不算什么,对草包柿子来说,连徐霄都敢拿扫帚追着打,之所以这趟出行忌惮着她,还是因为心里有鬼。 哥在以前,讲道理讲不过二姐徐卫雄,那就撒泼耍赖,惹恼了她,大多也能得过且过。 只是这次时有星号星号,要掉一层堤才行。 徐卫雄对她好好万人敌的兵法,不碰。 庙堂纵横百合学问,不学,偏偏去提刀作难网夫本就十分反感。 加上徐凤年涉险前往那五帝城,当然更是生气,君子不立威强,不是君子更应该如此,原本是先去江南道看望大姐徐之虎,还是去上殷学宫找二姐。 五五之间,按照行程,若是想节省时间。 顺序应当是上殷学宫龙虎山五帝城最后归途中经过胡亭郡,可正是顾忌二姐心思,才绕了许多弯子。 如徐之虎所说,还得掂量二姐肯定计较先去江南道后,去学宫的那点小心眼,真心命苦。 船就那么大,能让已是砧板上带宰活鱼的柿子殿下躲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? 横竖是一舵,徐凤年不等徐卫雄入船舱搜人,自己便挤出笑脸小跑出来。 二话不说,先抱住二姐不给她拿剑翘揍人的机会,谄媚喊了一声姐,心中牢记一事,得喊姐而不能是二姐。 嬉皮笑脸说道,怎么来见舟了,这跟那死气沉沉的上殷学宫可隔得有点远。 慕容雄辞面面相去,便是那美逢大事颇有诚服心机的慕容同皇都给这一幕弄猛了。 被搂住的徐卫雄也不挣扎,平淡说道,怕你进了五帝城,不小心就连皮带骨头给人一锅煮熟了。 就只好先在这里守株待兔,这是思。 功,则是学功三年,一度地学识考核,其中堪于一项定在建州以北的地费山,考究旺气象地点学寻龙的本事,王继酒喝酒勿事,便由我代行考官一职。 徐凤年贴头望去江岸,才看到站着一大波如山世子模样的读书人,年轻者尚未籍惯,年长者也以花甲古稀,大多各自背负一只笨重书香,极少有人锦衣华服,却应了那句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古话,便是徐凤年这种最恨读书人附庸风雅的无良草包也讨厌不起来。 他半点不奇怪,二姐以学子身份承担记上先生职责,二姐学问渊博庞杂,融会贯通,词采未然,不管是正统经义道德文章,还是那些被误解的旁门左道与奇巧银记,都涉猎颇深,尤其是这堪虞,曾著有望龙经踢柱孝补,与卓玉府拢头割阔,精妙入微,通天无疑自顾做晦涩尖身,因他喜好, 号挂古剑赴清及游历山川,故而被心悦诚服的风水师们誉为徐清囊或者清乌先生。 徐凤年松开手,往后退了一步,正正凝视着风尘仆仆的二姐,半想不说话,只是帮他额角一缕青丝缕顺到耳后。 二姐雅结大气,徐家子女中以他最有大疆风度,但徐卫雄的钻牛角更著称于世,曾有文坛高弦写了《传世名篇》,其中有《大行不顾细锦大礼不辞小让》这一家具,广为流传,被南北市临辈为推崇,到了上殷学宫,平点天下,诗文的徐卫雄这里, 却落得个不顾细锦何以,行千里不辞小让何以称,大礼的平语。 那位既是诗坛巨博又是奇诏高手北方明是气不过,写信至上殷学宫,言辞锋利,徐卫雄不加理睬,老头便一气接连写了八封书信,说是书信,其实性质与习文无异,最后还千里难行, 要与徐卫雄在十九道上一较高低,徐卫雄也不多说,应战前提出一个赌注,若是他直黑时局连胜不败,老头便要封闭,后者自信其力,名列前茅,欣然应诺,结果毫无悬念,连书十场,老学究灰溜溜回到了北方, 密信恳求这位十九先生莫要与世人说那赌注仪式,然后继续在北边首屈一指的大书院里授课讲学,徐卫雄倒也厚道,没有大肆渲染,只是回信时写了三句,人而无信,不死何为,言行相悖,一只老贼,交甚书文,误人子弟,老头气得吐血,重病不起, 这学功赌其一事,才水落石出,文坛自然是富匪这女子的礼不饶人,至于天下奇事,猛然惊诀便属徐卫雄与人对局,直黑必然不败,虽说坐子制本就限制直白先手的优势,但若说如徐卫雄这般对局盘术早早破百,并且皆是与当时奇坛大家手坛相争,还能直黑不败,简直就是个奇迹, 这些事是大事,徐凤年更知道一些琐碎小事,二姐有洁癖,并且闺房中任何遗物都摆上讲究,几乎到了死板僵硬的地步,一评一笔,一艳一矣,一踏一卢一书,等等,十几年如一约不曾变更位置丝毫。 年幼时,顽劣的徐凤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偷溜进二姐房间,悄悄挪动一些不易瞧见的小物时,无一例外每次总能让徐卫雄找到蛛丝马迹,然后就找到徐凤年枉死里旧耳朵,自是皮糙肉厚的徐凤年乐此不皮玩耍了很多年。 印象中,徐卫雄的衣衫朴素归朴素,但干净得很,从来也不会像今天这般尘土醒目,可见他这一趟走得有多急。 这般姐弟相逢得默默,温情长颈,结果被一个色胆包天的小屁孩给搅浑了,姑娘,抱抱。 徐卫雄低头看去,是一个眉目灵气的志童,他只是这一瞥,还没有开口说话。 那小虫子就缩了缩脖子,约莫察言观色,是这孩子从娘胎里带来的本事,立即跑了,躲在捧白猫的于姐姐身后,探出一小颗,脑袋偷窥,妩媚娘与她亲密,跳出于又微双风间那个天下英雄的温柔肿。 结果被心情不好的孩子一巴掌扇到地上,妩媚娘也不生气,拿头颅妈撒着这孩子的裤管,让把她养得白白胖胖却连抱都不肯抱的柿子殿下火冒三丈。 徐卫雄是第一次见到老剑神李纯刚,羊皮球老头在那打哈欠,精神萎靡不振,丝毫没有因为他是北梁郡主或者是徐青囊便刮目相看,徐卫雄却是直挽背礼,毕恭毕敬作一说道,徐卫雄见过李先生。 先生大雪平见来二字,阵龙发聩。 先生,大家,世子,这三个词汇在春秋大定以后便泛滥成灾,如同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,路边随便一只阿猫阿狗,都可以在互相吹捧中弄一顶大帽子往自己脑门上扣,可要从徐卫雄嘴里说出,分量就结实到不能再结实了。 在天下读书人是做圣地的上音学功,能被他称呼先生的,连两位授业恩师与大祭酒都没这份耳福,只有一名寂寂无名的牧芒琴师。 显然,徐卫雄有这般郑重其事,是发自肺腑,敬佩老剑神,并非是李纯刚的剑仙成就,而是跌出陆地神仙后再入此境的大屹立,若只是一名剑仙, 与徐卫雄来说,不过是手中剑更锋利一些手段更能杀人一些的剑术莽夫,与是何意? 老头打量了一番徐卫雄,摇头道,资质比不得将丫头。 徐卫雄平静道,晚辈习剑,只为强身剑体。 李纯刚不客气教训道,可惜了一柄好剑,在你手上不得酣畅鸣。 徐卫雄微笑道,晚辈只会些剑术,比不得李先生的剑道。 若是先生武帝城一行缺衬守兵器,徐卫雄可以送此剑于先生。 徐凤年怒道,不行。 徐卫雄皱了皱眉头。 徐凤年马上笑咪咪道,我这边不缺剑。 李纯刚都不乐意搭理这世子殿下,对形式果决的徐卫雄说道,剑是好剑,可知你养剑功夫用得极深,只晓得剑术一说,过谦了。 君子成人之美,小人夺人所好。 老夫既不是道德君子,也非那剑不得别人好的小人,不赠也不抢,再者如今有剑无剑,对老夫而言,已彻底无碍。 徐卫雄,你也不需试探老夫,老夫既然答应徐小保证这小子不缺胳膊少腿地回北梁。 不管是东海,还是京城,只要徐小子赶去,老夫就能保证让他活着离开。 徐卫雄从不如女子般弯腰师傅,而是再如男子作医,轻声道,谢过李先生一诺。 李纯刚一脸无奈,嘖嘖道,本来听说江丫头被你欺负得可怜,还想与你见面后替那闺女找回些场子,现在你这两次作医。 老夫实在没那个脸皮出手了。 徐卫雄平静微笑,真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,缓缓道,实不相瞒,自古婆媳姑嫂多不合,不见得那些婆婆、嫂子便都是恶人,无非是想让入门女子多惦念自家夫君的好。 徐卫雄一直将江丫当地媳妇看待,只是她性子活泼,我们姐弟的娘亲又去世得早,便只好由我来当恶人。 不过徐卫雄得知曹长青接走了江丫,早知如此,那些年便不做这恶人了。 于平静地,起波澜惊雷。 李纯刚愣了愣,伸出大拇指,罕见称赞道,徐萧生了你,笔生徐小子这无赖货,来得有福气。 cialmt,如同lik悟力rency。 从对las昂征律为道交付期其道imento, 就交叉产再了重复投赴目死 contenido。 还算了!